臺灣白魚的重要棲地 南投埔里鎮一新里 去年有財團在當地規劃了三件 開發案 其中有一件八點七公頃 要建商業旅館 已經通過了申請 但是昨天晚上地方的說明會上 卻遭到了民眾激烈的抗議 山頭上有怪手整地 路邊還有大量樹木 被砍伐的痕跡 南投縣埔里鎮一新里 去年有財團規劃 在當地開發八點七三 公頃土地 新建六百人的商業旅館 當地里長 旅長擔心影響保育類 臺灣白魚棲地生態 里長提供二零一九年 與二零二三年的空照照片 比較 他批評財團整地 以大規模改變山頭的地貌 還在當地 凿了八口井抽地下水 恐會影響當地地下水源 與灌溉用水 農民則擔心爆發土石流 不過業者反駁旅館去年以依法申請通過 目前正向縣府申請農木用地變更為觀光油氣用地 還有提供用地 供白魚棲地流域整治 山上也規劃設有蓄紅池 推估還能有效降低土石流發生機率 業者一號在當地舉辦說明會 居民到場抗議 雙方目前沒有共識 南投縣府則表示 同意申請後 後續還需要辦理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 才能取得開發許可會嚴格把關 記者楊明峰 王龍濤 南投報導